多国各界人士指出 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 中国有权制定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 这是中国内政 其他国家无权干涉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 不是其他国家的 因此在香港可以看到 包括分裂之类的危害国家安全的任何行为 包括外部干涉 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没有一个国家有权 对另一个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 制定合适的法律来维护国家安全 这是每个国家的权利 他国无权干涉 中国全国人大进行涉港国安立法 是为了堵住法律漏洞 尽快让香港恢复稳定 我们也都看到了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 这也更有力证明了 中国全国人大立法的必要性 美国参议院通过所谓的香港自治法案 还威胁制裁 我认为这是典型的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的行为 2001年911事件后 美国出台爱国者法案保护自身安全 难道世界其他国家在面临恐怖威胁时就无权立法吗 哈萨克斯坦知名智库中国研究中心发表评论说 西方国家就香港问题不断挑起事端和制造紧张局势 其深层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 某些西方国家在香港玩弄民主这一话题 妄图干涉中国内政 同时也试图借机转移自己国内民众的注意力 评论指出 中国政府捍卫领土和主权的努力是保护国家利益的合理反应 巩固国内局势稳定与安全 使任何一个负责任政府采取的必然措施